故事不是很複雜 但這本書令我見識到 危康叔的功力 營造氣氛那種功力 這本書我看的時候 簡單來說 有一個人 即是有一棟大廈 那個大廈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你當它在麥當勞道 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高端的一個很高尚的住宅區 在一個單棟大廈 但這個單棟大廈又很奇怪 就是建了很久 一直都還入伙 一直都買不出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廈只有一部升降機 那些人當然不喜歡 你二十多樓 你只有一部升降機 中間的故事就是 有一天有一個叫羅宙 一個男人去了提樓 高管 這些真是高管 年薪超過250萬 所以就住在麥當勞道 就去提樓 哇這個地方不錯 他就一個人去看 但那個沒有地產陪他去看 這個去到管理處 管理處管理員 那個叫小毛 叫阿毛 那個阿毛管理員 就給了一條鎖匙 他說你想去看嗎 你想到二十七樓最高 你就自己去看 然後就拿著鎖匙 覺得這盤人這麼奇怪 你又不陪我去看 但又不是的 可能有些人都不喜歡看樓 有人陪的 無所謂 就自己去 就是黃昏時間去 結果他一直上去 之後 羅宙發覺越上去就越不對勁了 因為那個電梯 是不停地上去 不停地上去 好像沒有下來 你試著去搭電梯 你每天都搭電梯 尼康叔寫這本書 我覺得精彩 我其實覺得很恐怖 這本書 所以我才叫你親自去看一次 就是你自己去看一次的時候 你就會經歷那種 好像走鬼屋那種的心態 總而言之 這台電梯就不斷向上上 好像不停地 譬如你由我自己的家住頂樓 由我樓下上頂樓 我想是十幾二十秒 十幾秒 就怎樣都到的 如果你坐電梯坐過五分鐘 都不到 你已經覺得很久了 但這個羅宙是坐了十五分鐘都不到頂 你想想那件事 是不是很害怕 十五分鐘 飛機都已經升到上幾萬尺的高空 有什麼理由不到頂 就是不停地 所以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這樣出現了 就是電梯是不會停的 是不斷向上上 而我看這本書那天 剛巧上星期天氣冷了 我一個人在公司 同事全部出去了 我沒有戴眼鏡 其實我沒有戴眼鏡 什麼都看不到 我除了眼鏡 其實前面是模擦擦一片 我沒有戴眼鏡 我在看書 那天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冷 那天還下雨 那一刻 我心裡是覺得很寒 完全很有走鬼屋的感覺 那天提早了Halloween 那天提早了Halloween 真的覺得很害怕 我一直看 後來我就頂不住了 我看一看就停一看 然後就打開電腦 開點聲音 然後就看看 已經同事回來了嗎 剛剛就是斷斷續續的看 故事就是 這個邏遮是一直上升 往上升 最後就是 他終於是回到下來 回到下來的時候 這個羅秀的反應是怎樣呢 他是一蹲一蹲的 嚇到好像被鬼追 你當是被眼睛追他 追到一蹲一蹲 就是撞到那個管理員阿毛 一直滾著出門口 15分鐘都不到頂 但到了他真的有跌落 因為他一出去的時候 看到什麼呢 他一出去的時候 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去到27樓的時候 他一走出去 看到是前面一片白蒙蒙 他自己好像在天空之城 在天空的頂裡 在下面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一片白蒙 嚇到他 三文不見了九拍 不是七百五的九拍 然後一聲就衝回頭 不斷按鈴鐵就被他衝回來 那他衝回來那一刻 他就好像被鬼追 被狗咬的樣子 就嚇一聲 就是撞了所有東西 就跳上車 然後開車走 但就因為他開車走 因為他太害怕那一刻 於是他就撞到撞車 就是他撞車 他就撞車 撞車的時候 就跟一個叫小角 就是韋斯里的老友 撞了車 當然撞了車之後 警察就要問羅先生 羅先生覺得你犯人不做 發生了什麼事 你為什麼會撞車 他就把他的經歷說了出來 就說他拿了一條鑰匙 在這個阿姆拿了一條鑰匙 於是就 上了27樓看樓 但是一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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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十幾十分鐘 升降機都不停 都可以停的時候 我一走出來 看到就所有東西都是白蒙蒙一片的 是什麼都看不到 看不到底的 你看到是在上面 街上 在樓 你自己在家大校看下去 你都看得到街上 是吧 是什麼都看不到 於是他就真的很害怕 於是他就衝回到樓 因為在極度恐懼下就撞車 於是那些警察就說 不是這件事這麼詭異 於是就去問這個阿姆 這個阿姆說 是呀我都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總之看完樓便衝回來 衝回來 我就想問他 樓先生你覺得滿滿意的 陳藍的時候 他就 Bling Bling 真是無邪玩劇 一衝就出去 結果撞車 這個當然是一個懸案 這件事很奇怪 於是別人聽了之後 其實都不太相信 我意思是你的朋友小郭 是一個很有名的私家生探 就是被羅宙撞傷了一點點 因為進醫院 後來就衛斯利去找他 他跟他說這件事 然後他兩位說 不是嗎 這個人是不是瘋了 到底他見到什麼 覺得他在說謊 他一定是有些事沒有說的 這個小郭就說 不如我們去看看 一來到這裡 麥當勞到 這個環境優美 這個樓盤為什麼沒有人住 建得這麼漂亮 價錢這麼公道 豪宅大又這麼公道 為什麼沒有人住 不如去看看 然後衛斯利說 好 我有些東西留在車 你先上去 我轉頭上來 而那個小郭一上去 又是不下來 就是隔了很久很久都不下來 於是到了這個小郭 他一直都不下來的時候 那衛斯利就覺得不對勁 就去找他 不斷嘗試去找他 當他正想要下來 想要去找小郭的時候 小郭又好像羅咒一樣 就衝了下來 他看著他衝了下來 衝了下來 又是嚇到死的跳上車 結果車就駕走了 那我駕走了 衛斯利當然是不去看 是不是 你跟我一起去看樓 我漏了一點東西 叫你去看 然後你隔了十多二十分鐘 一枝箭地飆走了 他就很正常去找他 結果衛斯利回家 打算找小郭 問你發生什麼事 晚上就收到他老婆 小郭的電話 就說他在睡覺中 他沒有回家 說到底是兩個人去看樓 看了什麼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回來 他就不見了人 然後他說 不是啊 他早就已經走了 他跳上車 他不是開車回來嗎 他說他沒有開車回來 結果呢 故事就由這裡開始 衛斯利就很curious 去到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整部書 中間我就不想說太多劇頭的東西 因為真的要看 其實簡單來說 這個大廈 當然不是一般的大廈 這個偉康 不是偉康 不是偉康 是偉康 偉康叔的想像力真的很厲害 他是由四大宗教領袖 原來是四大外星人 這個人類的進化 其實除了動物可以進化之外 原來植物都可以進化的 所以有第二種人 第一種人 就是好像我們這些 野心無窮食慾 殺殺搶搶搶 野心是無疆界的 永遠都是不滿足的 霸完自己的地方 就要霸完其他人的地方 第二種人 另外就是老貓 就是藍血人 回歸悲劇 都是說外星人 而這個就更厲害 這個電梯其實不是一部正常的電梯 原來這部電梯 是一個大型的電腦 真的很厲害 整部電梯原來是一個大型電腦 是有兩個很著名的科學家 有兩個很著名的科學家 是世界級的科學家 其實他們就是在 用這個大廈 這個大廈是他們起了太多錢 有錢都不得了 起了這個大廈 其實這部電梯不是一部 不是一部即升降機 其實它是一個大型的電腦 其實這個大型電腦是什麼 它是將時間和空間轉換 去將這個時間變慢 我們說話是這樣的 但在他們的小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小角後來失蹤中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是開車走了 他開車走了的時候 原來在某些地方被人拋暈了 被人拋暈了 因為他 因為羅就已經走出來 經歷過這個恐怖的事情 小角又來一次 其實就是這兩個科學家 就不想再有人經歷這件事 不想人們發現這件事 所以就拋暈了小角 帶了回去上升降機 其實就藏起了他在一個二度空間 其實這本書《危康叔》的精彩幻想力 其實我不可以說幻想力 未必這個世界真的是這樣 同一個空間 其實是有 同一個時段裡面 其實有幾個空間 其實二度空間 我從來都相信 我未曾說過在我早幾年身體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的身體不好是因為實在太忙 太累 太過瘋了 所以有一點傷風悶霧就發得很大 在我那段時間身體不好的時候 我未就告訴你 你的Brainwave 很容易會感受到一些 跟你不一樣的物體 其實是你不應該感受到的 所以其實我從來都相信 在同一個世界 可能在另一個空間裡面 他們都是在同一個時段生活 但是那個空間不同 所以你看不到他 他看不到你 其實這個二度空間就好像 高登寫的那些紅汽車一樣 大埔紅汽車就是這樣 拿著那個紅汽車 進了一個二度空間 其實小時候聽很多商談的鬼故 都是有講這些二度空間 尤其是晚上開巴士 巴士司機 有一班人上我的車 其實那個空不是鬼魂上了你的車 是你進入了二度空間 那班人是屬於那個空間 只不過是你 在一個不知如何闖入了二度空間的狀況 其實你問是怎樣闖入的東西 大家都說不到 但是 尤其是康叔嘗試 就是這個二度空間 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是真的存在的 但你怎樣去找到這個二度空間 原來就是透過這部電梯 這部電梯其實是去把這個時間 的空間改變 如果我們說話的速度是這樣的 他們就萬十倍 所以這部電梯一上極 都上不了 上了二十分鐘 都上不了頂 你正常就是二十秒就上到 但如果你慢了十倍 你就二十分鐘都上不了 所以那個影響的感覺就是 上極都上不了 上極都上不了 當他打開門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去了一個二度空間 都是那棟大廈 都是那個時間 但是是那棟大廈的另一個空間 那麼小角和後來這個羅就 就附在那裡 那完全是一個科學的實驗 但這個科學實驗 其實問題就是未成功的 所以他能夠送到那些人去 帶不到那些人回 那些人是沒有死的 那你說在那裡又沒得吃 又沒什麼都沒有 又沒吃又沒水喝 那那些人不死的嗎 是呀 就是因為他所有東西都慢了 所有東西都慢了 那他真的沒有餓死的 可能這部書就是講 他陷入了一段時間 我們當他陷入了一個星期 他還未死的 但是因為他慢了十倍 所以你身體裡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organ 所有的功能都慢十倍 可能你四個小時之後 是會餓的 那你會變了四十個小時之後 才會餓的 那所以 在這個空間的改變的時候 那為什麼那個人出來的空間 會白蒙蒙呢 就是時間慢了十倍的時候 那所有東西的高度 都好像拉強了十倍 那最後就是 衛斯里 終於發現 原來這班人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他就 迫迫 令到這個 兩個科學家 其實就是 揭露了 因為他說 因為他說 如果你不讓我去找 找這個 見回這個 我的老朋友 小閣 我爆你大鑊 於是 他就沒有辦法了 他就唯有 他說 你去搭一次電梯 那你就找到小閣 那這個就坐上電梯 電梯不斷 不斷 他就能向上升 超乎常理的長時間去升 於是送你去到一個 就是 無人可以 一個 一個迷離境界 一個的二島空間 這樣 於是 最後 終於 把 衛斯里 都去了這個二島空間 去到這個二島空間的時候 因為 中間 阿毛 那個管理員 其實都去過 都去過 那他就 因為他是一個大型 其實他不是一部電梯 他是一個大型的電腦 就是他一路上升的時候 其實他會開始 所有的 時空空間不斷在那裡變的時候 而任何人上去的時候 你去到那個二十七樓 就會被人送我上去 而Widges 管理員 阿毛那些都不知道 阿毛上去的時候 他要走 因為走不了 他是跑不了下來 他永遠都不進的 那些樓梯 他有樓梯 有後巷 有樓梯 但你跑路也跑不進 其實你想一下 這件事都幾噁夢的 如果 那件事 你不斷是做那件事 而是永遠都不會完 下樓梯 永遠都不會完 上樓梯 永遠都不會完 或者寄箱上去 永遠都不會完 其實這件事很可怕 所以我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害怕 好像在走鬼屋一樣 所以 我平時看書很快 基本上一口氣 這些小說 三個小時左右 摸得光 我看了很久 我好害怕 我會想去看 停下 所以我這幅書 你不自己看 其實這個照片 其實是沒有了九成的樂趣 總之衛斯里去到這個移動空間 因為他是衛斯里 勁國007 於是他就找到 由這個暗毛上去 因為他找不到地方走 而決定他跳下去 他跳下去當然是跌死 當人們找到暗毛的屍體 其實就在原來大廈的天台 屍體沒有動過 明顯是高處跌下來 但你已經在大廈的天台 還在哪裏可以跌下來 除非是無人機扔你下來 所以衛斯里就把所有東西推你 就說這個人一定在二度空間 即是他上到二度空間之後 他一知道暗毛一定是在二度空間跳下來的時候 本來他們的世界是萬十倍 但是你的衝力大 你一突破盲腸的時候 就回到我們現在的世界 一切回復正常 他一聲一聲一聲 本來是慢一聲一聲就跌下來 於是他就用方法 就是很少找到一些門 拆了一些門 拆了一些洗手盆 浴缸 幫他自己在二度空間的世界的時候 他要跌快跌下來 加強他自己的 weight push他自己下來 但一去到這個 他感覺到那個速度加快了 就是已經去到正常的空間 我們身處的空間 他就把那些東西扔掉之後 就令到他可以 都是跌下來的 但是因為又有一堆東西幫他承住 他的衝力沒有那麼大 那麼他就沒有跌 沒有極大的震動 但是沒有跌死 於是我就解構了這件事 最後就是救回這個小角 還有救回這個奴走出來 那麼重要就是那個科學家 到底這個科學家他在研究這件事 他為甚麼呢 還有這兩個科學家 其實他們是知名的科學家 他們說其實背後是有另一個很神秘的力量 是要他們研究這件事也不可以說 到底這個神秘力量是甚麼呢 就是當貴師來救回他們那兩個人 一起由二度空間跳下來這個現實世界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是拿著一些有重量的 因為維斯來救他們就很聰明 拿了降落傘和拿了一些圓球 圓球呢 捧著圓球的時候 一起跳下來的時候 就是在二度空間慢的 他要加快 去到這個現實 就是你好像一個creme 一個creme 上面那邊是慢的 所以用圓球加快跌下來 然後去到這個 一過了這個界線 去到現在的世界呢 就開降散 就令到他們可以安全上路 是不是很厲害呢 想得比人更厲害 那於是就是 但是因為那個圓球扔下來的時候 就說扔到這個 那些叫甚麼呢 那些電梯槽 那大廈就著火了 到底這個大廈是真正著火呢 還是因為這兩個科學家燒了這個大廈呢 就不得而知了 結果就是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最後呢 一次入另一個空間回來之後 大廈發生火警 一切都化為灰準 科學家懷疑在火警之中的燒死 但是從來沒有人找到他的事 這件事從此 也都好像不了了治 這棟大廈也都燒毀了 那麼就拆射了 於是就一切又回復正常了 所以其實這部書 我覺得他的鋪排是寫得好的 所以 藝康營造的氣氛 其實真的 其實我過去都沒有看過這麼多的《維斯利》 我今次就是因為和你們分享這個《維斯利》系列 其實我都是停不了手的 那我真的看這麼多他的書 我真的發覺其實不單是想像力豐富 還有他那個營造氣氛的不靈是很好的 就是那個張詞誘導 他真的可以令到你害怕的 不是我一個人害怕 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的社交媒體留言都說很害怕 所以這部書如果你自己不看的話 其實就會浪費了 你說回答一下之後會不會很害怕 其實如果我還沒揭鐘的時候 我搭電腦是害怕的 但是揭了鐘之後 我搭電腦就不害怕了 但是我就覺得 哇 原來一架電腦都有可能是一個大電腦來的 誰知道 這個世界上是無其不有的 正如我們也說 這個歷史是不斷的輪迴 以前的弱者就變為今天的強者 所以這個世界上真的 說不定的 這個是無其不有 大家最好就是以最強大的心臟去面對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 將會比韋斯利的小說寫得來是更奇幻的 今天講到這裡了 拜拜